台湾的野外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很大的捷网蜘蛛 背后有一个黄色的怪脸 它叫做人面蜘蛛 很多人觉得它很可怕 以为它很凶狠 但其实人面蜘蛛是非常温和的一种蜘蛛哦 还会帮我们吃掉很多害虫 现在就跟昆虫娜希一起来认识它 如果我想要上手观察人面蜘蛛 会用捕虫网轻轻靠近它 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面蜘蛛受到威胁 只会想要逃跑不会攻击哦 我会很小心的接近 不要破坏它的网子 想办法让它离开它的网 或是走进我的网 不要直接伸手去摸蜘蛛网上的人面蜘蛛 这样它有可能因为以为是猎物而攻击 更不可以用手抓它 它吓死了当然就可能咬你了哦 当人面蜘蛛想逃跑的时候 会使出一个大绝招 那就是跳楼 但其实也不是真的跳楼 它的屁股会留着一束蜘蛛丝 让它看起来好像跳楼了 天底找不到它 但只要收回丝线 马上就可以回到它的家哦 超好用的 跟蜘蛛人一样来去自如 这时候我抓住它的丝线 就可以让它暂时离开它的网啦 当人面蜘蛛要往前走的时候 把手放在它的前面 它就会走上来咯 一开始它会显得有点紧张 所以又跳楼 这时候它的丝线黏在我手上 就变成一个人面蜘蛛溜溜球 继续喷丝 电梯向下 现在变成了钓鱼比赛 看是我收线比较快 还是它喷丝比较快呢 当然是蜘蛛获胜 其实人面蜘蛛在地上走路也很快哦 这时候再把手放在它前面 它就又走上来啦 这时候就左手接右手 再接左手 再接右手 把自己的手变成一台跑步机 人面蜘蛛真的算是蜘蛛里面很温和的 上手之后只要不抓住它 不吓到它 它都不会咬人 其它的蜘蛛就不建议上手哦 有没有发现它 渐渐慢下来了呢 当它感觉我们不会伤害它 它就慢慢不紧张了 看到蜘蛛停在我的手上休息 真的会感动耶 谢谢你相信我 观察完就把它放回去咯 谢谢你让我拍影片 让更多人了解蜘蛛 不会害怕 人面蜘蛛有毒 全世界绝大部分的蜘蛛都有毒 不过它们的毒是用来捕捉猎物的 不是要用来咬我们的 人面蜘蛛的网很厉害哦 抓昆虫抓蜥蜴抓蛇都可以 所有的蜘蛛只要我们不去惊扰它们 它们都不会没事攻击 所以不要一听到有毒就觉得好可怕 把人家打死 它们都是我们的除害虫好帮手 通常家应 人面蜘蛛的老公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就是旁边那个小小弱弱橘色的蜘蛛 看起来就是会被老婆吃掉的感觉 很多人都听过蜘蛛会吃老公 这件事是真的 不过没有关系 它吃完一个老公 还会有很多别的老公 而且吃进去的营养也是给baby嘛 爸爸为小朋友尽一点心力也是应该的啊 总之蜘蛛是我们的好朋友 它绝对不会没事伤害我们的 只会吃老公 大家要好好保护它们哦 今天的昆琼老师小教师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给更多人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开小铃铛哦 下一集影片快剪好了 再等我一下